家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充满的爱 没有孤单寂寞 一个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安慰和鼓励的温馨的地方 这就是家 它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 生家族陈隆各展 在今年的高雄艺术博览会 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不分男女老少 很多人被陈隆的绘画感动 我们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支持 陈隆的绘画在许多人的心中 撒下了真善美的种子 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艺术经纪人 之所以如此不畏艰辛 推广了十年的原因 因为我始终相信 艺术的价值 必须是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层面 便让人回归最原始的纯真美好 我们播种希望 传递的也是这样的理念 画中的农夫赶着牛在前面耕田 而背负着幼小孩子的妻子紧紧地跟在后面 撒着小麦的种子 在实际生活中 他们是期许着一颗颗的种子 能够带来明年的丰收 这是他们十分平凡的希望 成龙试图由他的绘画 播撒出感动观众的种子 而这十年来 我们透过很多的展览 以及很多的推广 很多的书籍 我们当很多的观众 进入了成龙的绘画的世界 也成功地感动了很多的人 接下来12月30号到2月4号 我们即将在台北阳明山上 于西友荣教育基金会 举办成龙的各展 我们播种希望 展出他2008到2017年 这十年前的作品回顾 这是一场非常值得参观的展览 我们展出了45幅作品 让观众可以更清楚了解到 参龙这十年艺术发展的脉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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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